除了游乐场 动物园也是小朋友很喜欢去的地方 高雄寿山动物园日前在狮园和大鸟园两个园区 新增了大猫狼道和天空步道 未来民众可以隔着强化玻璃 零距离地欣赏狮子的一举一动 也可以走在五公尺高的天空步道上面 观察鸟类的习性和行为 哎呦好可爱哦 高雄市寿山动物园狮子的家狮园 原来只能从上方步道的透明玻璃往下观看狮子 现在动物园在狮园内改建一道大猫狼道 可以跟狮子隔一道强化玻璃窗相望 近距离观赏狮子的行为 很多民众都觉得很特别 我们平时也很少看到这种 这种动物园还整理得很好 我们想象如果打破了 不会冲突来不及 像少年拍那里面 动物园这次完成整建的 还有大鸟园的天空步道 从大鸟园的平面向山坡延伸 常常步道穿过鸟园的半空 离地大约五公尺 让游客可以在比较近的距离 观察园内禽鸟 汽水 逆时跟散步 好玩 你喜不喜欢这样一看 喜欢 为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那个 供的尾巴很漂亮 你有没有觉得好近 有 天空步道中有一段用强化玻璃铺设 大约40多公尺 走在步道上 可以看到禽鸟在地面活动情形 有些小朋友看到透明地板 走起来小心翼翼 但看到圆内孔雀 从玻璃板底下穿过的时候 又觉得很神奇 除了步道的延伸 可以让民众看到更多 我们这些鸟类的 他们的这些生态和行为 像我们现在看到埃及圣环 它在红绿绒树上面 就已经浮出了小的圣环 并且母鸟在这边喂捕小鸟 现在都听到了小鸟的叫声 那这些都可以让民众 在鸟园参观的时候 可以很近距离观察到 联合报杨如嘉高雄报导 我们下期见了 感谢观看